今天在这边给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就是我开启了我的YouTube会员频道 那我的YouTube频道也是经营了好几年了 虽然粉丝量不是很多 但是我也是一直持续的在制作我的视频的内容 我的视频的内容主要是做一些油画的创作经验和创作的过程 因为这种频道推荐机制的关系 像我这种内型的视频的播放量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我经营这个频道的主要的收益 都是来自于报名学习我网课的同学 那我的网课的学员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还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员 有很多同学他不太方便在中国大陆的网络平台上面付款 所以我就开设了这个会员频道 用来分享一些我的网课的内容和油画作品的完整的过程 我很多的画作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 而且做画的视频往往需要更清晰的画面来观看我画的时候的效果 那这个YouTube会员频道相比于我的网课 它就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就是YouTube没有容量的限制 我不用担心画质和时长的问题导致占用太多的空间 所以我在YouTube更新我的内容就会没有负担 它不像我的网课平台是有容量限制的 如果我用了太多高清的画面或者视频的长度太长 就会导致我占用大量的容量提升我的经营成本 在我的这个会员频道 你不仅可以看到更加高清的画面 还可以看到我近期正在进行当中的画作 和以前已经完成的画作的高清视频过程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副超写实油画 穿牛仔衫的女孩 就是一个长期的作品 我预计可能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那这期间的作画过程和画作的进展 我都会发到我的会员频道 当然我的频道里面还有之前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油画作品 包括了一些人物啊风景啊素描啊这些的完整的过程 都是会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所有订阅我会员的朋友呢 除了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以外 还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加入我的会员群 我也会在群里面给会员们指导作业在线点评 作为一名创作者 我也希望我能够长期稳定的经营我的YouTube频道 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作画技巧和过程 如果各位朋友觉得我的这些绘画知识对你有用 能够帮到你 那你也可以订阅一下我的会员频道 每个月只需要两倍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让我能够更加长期专业的更新下去 也能够跟我一起学习进步 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员频道再见